今天呢,咱们开一个中篇,详细地给各位讲讲,忽兰大侠 忽兰大侠这个名字呀,里边的忽兰是个地名,是它犯案的地方 在哪儿啊?松花江的北岸,隶属于哈尔滨市管辖 这个地方,在忽兰大侠犯案之前就已经成名了 邻国时期,有一位女作家叫萧红,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忽兰河传》 这部作品呢,1940年的9月1号,开始在香港的星岛日报上连载 到40年的12月27号,全稿连载完成 很多朋友都看过这本书 《百度百科》里介绍呢,它是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 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陋习,在社会上形成的毒瘤 以及这种毒瘤溃烂漫进,所造成的瘟疫般的灾难 百度百科呀,挺有意思,您得看编辑这个词条的人是谁,他的态度是什么 之前呢,看过一个漫画,鲁迅先生叼着一个大烟斗,下边配的文字是 我真没这意思 往回说,1940年,这忽兰就已经成了名了 往后到47年,1987年6月 这是当地春夏之交,纬度高吗? 松花江两岸,还是炸暖还寒时候? 忽兰县公安局的大楼,就在县城东南一角,带着几分威严,几分肃穆 矗立在尘封当中 值班室啊,刚交接完值班记录,电话铃声极咒地响起来 只要不是好事,这电话铃声肯定是突然地响起来 骤然地响起来,极咒地响起来,打破了宁静 来电话的是许铺香派出所 他们说,今天早晨,发现所里民警张福贵在家中被人杀害 同时,家里的其他三口人也同时被害 灭门 这个案情,那可是不用说得那么重大 局长张崇新,副局长董超赶紧就下楼 被刑警队长点到名的人,也都一个一个全副武装往楼外冲 两分钟之后,一辆警车和摩托车,呼啸着冲出公安局的大门 冲上熙熙熙攘攘的街道,冲开莫名其妙的人群 似离闲之间,射向城郊公路,风驰电掣一般,朝许铺香直奔而去 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版本的计时啊 这位作者总感觉像是写评书的先生 我这么正的时政新闻风格都给带骗了 话说这一路之上,张崇新一言不发 他两个眼睛盯着前面的公路,那烟都没抽 坐在身边的董超也是静默着 思索着,点上一根烟,抽了一口 您老说人家这抽烟那没抽烟干什么 这人自己的事愿意抽抽一只,不愿意抽拉倒 再说您也没在车里头,这都谁告诉您的 写纪实的作者呀,有时候也是非常的浪漫主义 这段不说了,下一段 简短皆说,这两位局长啊 一个没抽烟,一个抽了一根 抽了一根这位副局长呢,又给了那位局长一根 局长也抽完一根之后,这就到地儿了 张崇新和董超看到了前面好多的群众围观什么 他们俩都是老行真啊 这时候就明白了 现场一定遭到了破坏 这不是好事 张福贵的家是一幢坐北朝南 紧靠路边的三间砖瓦房 这道路对面不远就是许铺香派出所 再往前不到一百米就是乡正福 三间砖房独门独院 院门前边是一条土道 左右和北面都是紧挨着的居民房宅 这初看上去,三间砖瓦房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除了西面的一扇窗户被打碎之外 其余的门窗完好无损 显而易见,凶手就是从那扇破碎的窗户进入室内的 室内的现场呢,一直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维持在案发之后的原始状态 那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 血染四壁呀 天花板上都溅上了一片黑紫色的血点 乱蓬蓬一团的被褥 紧泡在血泊当中 扛上尸体横沉 血肉模糊 那浓重的血腥味 让人呢,直往上反胃 民警张福贵死在地下 炕上的三具尸体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看上去,张福贵在死前和凶手有过一番激烈的搏斗 他身上啊,只穿着背心裤衩 原本估计是睡在这炕脚 这时候呢,却头窝在炕墙底下 身遭十七刀,倒地而死 前胸、肚子、胳膊几乎都被扎烂了 张福贵的妻子孟凡杰 穿着线衣线裤倒在炕头 和张福贵一样 头胸腹部留下了很多处的刀伤 十岁的大女儿 那脖子几乎被切断了 就连着点金和皮 五岁的小儿子被人从背后拿着利刃呢 穿透了前胸 不幸中的万幸 张福贵七岁的小女儿张玉珠 虽然这腰上被扎了三刀 腹腔都捅破了 但是没有致命 能够自己跑出家门 被大家赶紧送到医院抢救 活下来了 由于忽兰县隶属于哈尔滨市 所以很容易得到省厅的帮助 九点半左右 接到紧急报告的省城公安局副局长刘野 带领刑侦处和技术处的十多人 也匆匆忙忙赶到现场 一起来的还有著名的黑龙江省公安厅 高级痕检工程师崔道直 大名鼎鼎啊 各位 公安部八虎之痕迹专家崔道直 当年五十四岁 那已经是黑龙江省痕迹检验方面的权威了 不光是黑龙江省 全国那也是数一数二 泰山北斗级的人物 经过分工布置 省市专家和公安干警们分头行动 现场勘察 照相记录 尸体解剖 走访调查 各项工作同步进行 很快就掌握了案情的大体过程 早晨七点左右 住在附近的张福贵的内地席 有事情到张家来 一拉门没拉开 里边拴着 啪啪啪一打门 没人应声 走到窗户边上 想往里瞧瞧 窗帘拉得挺严实 这内地席呀 以为张家人呢 还在睡觉 就转身回家了 反正离得不远 大约八点钟左右 张福贵七岁的小女儿张玉珠 突然满身是血的 跑到了姥姥家门前 这儿距离她自己家 只有五十多米 姥姥家人都吓疯了 玉珠你这 怎么了 这血是谁的呀 张玉珠啊 也是小才七岁 又被扎了三刀 连经带受伤的 她也说不清楚了 她跟姥姥说 我爸跟我妈打架了 这可能啊 是平时夜里边 张玉珠被惊醒时候 留下的印象 半夜一有动静 叮了当狼一响 爹妈打架了 而歹徒作案的时候呢 也是满屋子漆黑 她只知道有人在打 她也分不清楚是谁 这一天夜里 她在黑暗当中被搏斗的声音惊醒 之后被捅了三刀 就昏倒在了床上 等到早晨天亮了 这个命大的孩子呀 才慢慢地转醒过来 让眼前的这一切 给惊呆了 他不能判定是怎么回事 床上也有人 地上也有人 到处都是血 你们怎么了 巴拉巴拉妈妈 没动静 在喊地上的爸爸 不答应 最后 他自己挣扎着下地 把门栓从里边打开 这才跑到了姥姥家 命大的小玉珠 被扎三刀之后 早晨清醒过来 连经带下带受伤 迷迷糊糊地摸到了姥姥家 舅舅一看这个情况 赶紧打电话报警 叫救护车 之后就五十米嘛 赶紧往姐夫家跑 把门打开一看呢 各位还是那句 顾瞪一屁股就坐地上了 不能相信 不敢相信呢 坐了好一阵子 他才冷静下来 才觉着身上能动 他毕竟是属于警署 懂得现场千万不能破坏 所以呢 他从厨房进去 打开这个 剑壁墙上边的窗玻璃 跨到床上 这么一磨呀 姐姐 姐夫 两个孩子 早就已经 冰凉帮应 晚上六点 乡政府会议室 省公安局副局长刘也 亲自主持 听取了案情汇报 随即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经过各方面一整天的 勘查记录鉴定 以及走访 公安机关已经掌握了 和案件相关的基本情况 由县公安局局长张崇鑫 所总体汇报 首先 在崔道直的指挥下 刑警进行了细致的现场勘查 发现张福贵的一身警服被扔在炕头 裤子上的腰带被利刃挑开 一把五四式手枪连同枪套子弹全都被拿走 这屋里翻得乱七八糟 不知道还拿走了一些其他什么东西 但是照相机 手表 还有上衣里的几十块钱 却没有动 西屋的地上有摔碎的玻璃渣 现场只发现了一枚足迹 经过鉴定 是42号农田鞋留下的 位置呢 也是在屋里的膝窗下面 通过对张福贵尸体解剖 提取胃内食物 发现有葱片若干 根据被消化的程度判断 死亡时间是在夜里的12点以前 其次呢 就是张福贵一家当晚的活动轨迹 可以确认 张福贵的妻子孟凡杰和三个孩子 天黑之后就在家里 但张福贵并不是这样 通过调查了解 他在死前 曾在忽兰县第一人民医院 陪护生病住院的许铺香的一位领导 已经三宿没回家了 六月五号晚上七点左右 张福贵曾经到忽兰某个搞工程的人家里喝酒 快要喝完的时候 他向主人要了几根大葱蘸酱吃 而且还跟人说 我最爱吃大葱蘸酱 饭后 张福贵决定回家 主人还劝他 说这么晚了你回去干啥呀 并且让他留下来打击把牌 他开玩笑 说好几宿没回家了 得回去看看老婆 大概晚上八点多钟 有忽兰县城区的一名派出所所长 在马路上截了一辆大卡车 把张福贵和许铺香的一个干部烧回了香里 也就是晚上九点左右 张福贵和这名干部 在公路边下车之后 分手各回各家 其实张福贵并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就近先到岳父家里坐了一会儿 喝了点茶水 大概九点半左右回到自己的家里 那么可以估计张福贵脱衣上抗睡觉的时候 至少是夜里十点 而仅仅不到两个小时之后 他的全家都被杀害 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 凶手对他的家非常的熟悉 甚至连当晚张福贵会突然回家 都在凶手的掌握之中 最后是张福贵的个人情况 许铺香派出所只有三个人 所长赵同理 内秦陈其震 外秦张福贵 6月4号 陈其震去外地探亲 案发的时候 他不在家 所谓外秦民警的张福贵 1950年10月22号出生 被杀的时候才38岁 他从警的时间比较短 1985年才成为一名公安干警 平时为人很热情 很愿意跟大家交朋友 所以社会关系显得有点复杂 但是并没有什么冤家对头 张重新讲完之后 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这时候 大家把所有的目光 都集中到市公安局副局长刘也的脸上 面对眼前的这个血案 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但是他可能想不到 作为哈尔滨市公安局的副局长 在未来的很多年 这种压力一直会如影随形 他说 这起案件的性质应该是仇杀 也就是报复杀人 一起案件被杀人数之多 身中刀数之多 甚至连只有几岁的儿童都不放过 这说明凶犯心狠手辣 气焰嚣张 最让人担心的 是凶犯把枪支劫走了 说明他有继续作案的企图 制式手枪 他不向民间的猎枪 容易携带 很方便流窜作案 一旦案犯渡过松花江到哈尔滨 甚至沿着京哈县进京作案 那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要向外界发布消息 就说张福贵的二女儿在医院 因为抢救无效 已经去世了 大家一听啊 都明白了刘也是什么意思 他顿了顿 轻声的说 大家不要忘了 加戈达奇那起案件 书中代言 加戈达奇这是马建伟案 这马建伟啊 不得了一个人 号称是东北二王的师父 咱们之后也会讲到他 当时啊 在这会议桌旁边坐着的人 除了刘也 张崇新 董超 其他人大多数都是老行人 自然对那起惨案有所了解 刘也提到这个案件 目的很明显 也就是指出 六六警察张福贵 全家被杀案件 极有可能和马建伟案件 性质相同 都是报复杀人 而马建伟在第一次杀人之后 并没有离开本地 而是继续杀害其他的仇人 这么说来 张福贵二女儿张玉珠的处境 十分的危险 最好让歹徒以为他已经遇害了 还是最安全的办法 之后 刘也把侦察方向和侦察目标定为三个立足 立足本地 立足熟人 立足与同张福贵有仇怨的人 接下来呢 就是大家发言 对现场很多的细节进行详细 缜密的分析讨论 很快对一些问题得出了比较统一的结论 第一 初步确定是一人作案 第二 使用凶器长度20厘米以上的单刃尖刀 第三 凶犯对张福贵的行踪和家庭环境十分熟悉 对于凶手进入室内作案的路线问题 出现了两种分析意见 而且截然相反 第一种认为 凶手是从西窗进去 又是从西窗出来 理由呢 是房门一直在里面拴着 张福贵晚上回家之后 睡觉之前不可能不插门 而早上他的地席去拉门的时候 这房门也是从里边拴着的 罪犯不可能是从门出来 另一种意见认为 凶手啊 是从门进去的 作案之后 从西窗逃离现场 持这个观点的人呢 发现了一个细节 孟凡杰死亡的时候 身上穿着现衣现裤 而当地妇女睡觉 一般是脱光了钻被窝 他不会左一层又一层 穿这么多衣服 张福贵的妻子孟凡杰 却在张福贵三宿没回来的情况下 穿着现衣现裤睡觉 这有点不呵护情理 这说明很可能是当晚有熟人在外边叫门 他穿好现衣线裤去开门 凶手从门入室 作案之后又把门拴好 从西窗逃走 这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 争持不下 也都没办法把对方说服 对于凶手进屋的方式 警方有两种意见 每一种听起来都很有道理 刘也决定两种意见都采纳 原因很简单 他不想因为给出一种固定的思路 导致侦察范围缩小 把这真凶啊给漏过去 散会之后就已经是凌晨了 大家伙一看咱们也别散了 就在会议室靠着椅子密等了一会儿 几个小时之后就到了上班的时间 食堂也开饭了 大家去食堂饱餐蘸饭 然后回来洗把脸 揉揉眼睛 赶紧投入到了侦破工作当中 重点呢 对本地和附近几个村屯的有关人员 进行大面积排查 也就是排队挨个审查 凡是受到过打击的 比如说被拘留 被劳教 被判过刑的人 或者是被张福贵抓过的人 对张福贵所处理的民事纠纷 感到不满意 心存怨恨的人都被划在了排查范围之内 经过排查 许铺乡牛石村27岁的农民李三怀 被列为一号嫌疑对象 李三怀一贯的好意勿劳流利流气 不久之前呢 还因为赌博被张福贵给抓了 当时啊 他不服 连吵吵带喊的 张福贵就踹了他几脚 这在当时啊 不算个事 基层工作 有时候您真得这样 在张福贵全家被杀之后 李三怀流窜在外 下落不明 湖兰公安局决定立刻组织力量集拿 对排在二号三号的嫌疑对象 也同时派出专门力量 分头追捕 六六案件发生之后 湖兰公安局成立专案组 把全局的主要力量 都投入到对这个案件的侦破工作当中 哈尔滨市局也积极地参与 但是直到1987年的9月份 整个案件进展不大 没有能发现任何的重大线索 张福贵七岁的小女儿张宇珠 被送到医院治疗护理了一段时间之后 奇迹般地幸存下来 不光是幸存 完全恢复了健康 没落下残疾 湖兰公安局把这个孤儿收留下来 承担了抚养的任务 许多感情呢 像对待自己的亲女儿一样 爱护她 照顾她 尽量补偿给她失去的父爱母爱 还有兄弟姐妹的爱 张宇珠啊 毕竟是年龄太小了 恢复健康之后 还是保留着当初我爸和我妈打架了的印象 对那起全家的惨案 没有能提供任何可做参考的线索 案件九针不破 对专案组这是极大的考验 在经历了刚开始的疾风咒语之后 基层的一线民警 那弦呢 不可能永远紧紧地绷着 专案组的领导 因为担心最初的方向选择错误了 势必陷入更深的焦虑当中 他们始终担心 这个案犯是不是流窜作案 会不会真就是路过张福贵家临时起义 入室盗窃 进而发展为杀人强强的呢 如果要是这样 那这案子可就真难破了 话说到了九月二十号 也就是案件发生的三个半月之后 突然出现一条重要线索 警方在许铺香邮局 截获了一封从山东黄县寄来的评信 收信人呢 是本案的头号嫌疑犯李三怀的父亲 破案工作组拆开了这封信 信呢是李三怀的叔叔写的 大概的内容如想 大哥 前几天小妇到我家来了 除了喝酒 就是出去和村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赌钱 昨天晚上喝完酒啊 开口朝我要钱 说要回家了 让我拿个二百三百的 你问他干什么用 他说家里房子快塌了 要买料修房子 我不信 因为没听大哥你来信说过这种事啊 再说呢 你弟妹有病 你也知道我家也困难 拿什么给他呀 就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别说我没钱 就是有钱我也不给 有多少够他出去赌的呢 我把这话跟他一说 他生气了 今天早晨就走了 临走的时候啊 还扭过头来跟我说 没我这个叔叔 大哥呀 不是我埋怨你 我看小妇这孩子 你没教育好 他不走正道了 李三怀的踪迹就这么出现了 这个消息让参加破案的全体人员精神一振 在这之前 警方一直把重点放在省城李三怀的姐姐家 因为案发之后不久 有人曾经在省城见过李三怀 他姐姐也承认他来过一回 但是没在家里住 只是要了一百块钱就走了 对于李三怀另外几个亲戚 包括远在山东黄县的叔叔家 警方呢 也暗中进行了调查 并且监控了一段时间 没有见到李三怀的踪迹 由于警力不足 没有办法每个点都长期的全面的进行监控 所以一直没发现他 现在这条线索太重要了 刘爷马上召开六六案件领导小组成员会议 进行了紧急部署 首先马上和山东省公安厅联系 取得当地的警方支持 协助吉卜李三怀 这一边派出由省公安厅五处的 孙文成副处长率领的六人吉卜小组 立刻前往山东抓捕李三怀 第二 同时派出人马 对李三怀另外几个亲戚家 进行严密布控 大家分析啊 李三怀可能还在山东 但是从山东寄到忽兰许铺乡的平信 至少要三四天时间才能到 在这几天里 李三怀也有可能离开了山东 到另外几个亲属家 他叔叔没给他钱吗 他要是把手里的钱输光了 那到亲属家里去 是最好维持生活和弄到毒本的 在孙文成六人临行之前 杜电武厅长和刘一平副厅长 专门把他们叫到哈尔滨 面授记忆 无论如何 不能让李三怀像二王一样 在全国流窜作案 必须在黄县把他抓住 孙文成当场也立了军令状 大家伙都是低落着心 可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的顺利 当吉普小组经夜赶到位于渤海边上的山东黄县的时候 当地警方已经把李三怀靠在县公安局的拘留所里了 他呀 从叔叔家走了之后 没出村 一连好几夜都没下牌桌 就在村里打牌 黄县公安局的人接到命令之后 几乎是到那儿就把他给抓住了 什么也别说了 表示感谢吧 感谢黄县公安局的同行们 当然了 他们把李三怀一路顺利的压戒回忽兰的时候 心里边也没有那种凯旋而归的喜悦 最主要的一点 也是最让人失望的一点 他们没找到张福贵的那把枪 他们曾经在当地警方的积极配合之下 仔细认真的调查了李三怀叔叔家人 赌场的人 以及村里有关的人 都说没见过李三怀带枪 当时是大热天啊 大家伙都是短衣短挂 你身上要是别把枪 不可能看不出来 也就是说 李三怀有可能把枪藏起来了 他藏到哪儿了 在黄县公安局 六个人对他连夜进行了突击审讯 可他除了承认赌博之外 拾口否认在家乡做过什么案子 更别提什么枪了 李三怀被押回忽兰之后 领导小组决定 一方面组织经验丰富的人员 对他进行严格审讯 另一方面 组织力量在群众当中深入调查 寻找证据 很快就整理出一份 有关他的一些言行的材料 首先呢 确实有和李三怀一起打牌的人证实 他曾经说过要宰了张福贵 而且呢 在对李三怀的妻子进行隔离审查的时候 他也承认 李三怀在挨打之后 确实说过要宰了张福贵的话 后来在面对审讯的时候 他自己也坦然承认 确实有过这个想法 但呢 只是说说这些话 过过嘴瘾 真的没干过 专案组认为 他的嫌疑仍然是最大的 对他的审讯不能放松 所以啊 李三怀在里面没少吃骨头 但是大家没想到 这人呢 还是硬骨头 预审员上了不少的手段 他都坚持最开始的说法 没干过 这慢慢的 预审员也觉得 这人不像 这一晃啊 又是两个多月 调查和审讯 依然在继续 这个时候 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了 几乎打断了人们原来所有的思路 也几乎直接改变了 侦查的方向 在忽兰县境内 有个水库 叫泥河水库 流到这个水库里的呢 就是泥河 这条河 是兰西县和忽兰县的分界线 沿着泥河向北 是随化市 从泥河东岸出发 向东没多远 就进入了另一个县 八燕县的万发镇 万发镇呢 俗称万发屯 穿过万发镇 有一条铁路 向北不远 就是随化市 向南呢 经过兴隆镇 就进入到忽兰县境内 1987年10月12号 晚上7点左右 万发镇派出所所长贺瑞臣 忙完一天的事 迟了两个钟点 才回到家中 这天呢 家里来了客人 是本镇中学教师 程永志 程老师来贺瑞臣家 进行家访 所以呢 是贺瑞臣的妻子 王敏 陪坐着 在东屋聊天 他12岁的女儿 在西屋里面做功课 贺瑞臣 在调任万发镇 派出所所长之前 曾经干过 县公安局的内保科长 这人当年36岁 身高1米78 长得魁梧健壮 行动呢 非常干练 干内保出身嘛 他的警惕性非常高 平时走夜路啊 枪不离手 而且子弹 都是顶上膛的 家里面 一到天黑 这窗帘就放下来 在长期的和平年代 这样的行事方式 是不太多见的 不过很多人也认为啊 正常 公安战线上的人嘛 这是职业习惯 多点警惕性 这是很必要的 至于贺瑞臣 这么干真正的原因 外人呢 不清楚 只有他自己心里有数 总而言之 在周围人的眼里 他精明强淡 是个非常厉害的角色 因为今天贺瑞臣回家比较晚 家里呢 又有男客人 男老师嘛 王敏出于礼貌 得陪着聊天 但是呢 也不方便 就把这窗帘 给他放下来 贺瑞臣住的 是三间砖瓦房 作为朝南 房前有个大院 南北长二十多米 三间房的东西 两间是住屋 当中的一间呢 是厨房 妻子王敏和男教师 程永志 都坐在东屋里面 贺瑞臣从外面进来 先到西屋 看了一眼女儿 然后才到东屋 和程永志 握手 寒暄之后 拉过一把椅子 到屋的北边 面向南窗坐着 一边呢 看着屋子外面 一边说着闲话 王敏就觉着 丈夫今天这种举动 非常奇怪呀 一般的情况下 家里如果来了男客人 都是丈夫陪着聊天说话 而今天呢 他搬把椅子守着窗户 还不停地往外看 什么情况 就在王敏准备咳嗽一声 提醒丈夫的时候 贺瑞臣突然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外 他好像发现了什么 紧接着他离开座位 一边掏枪 一边就往外闯 其他两个人吓一跳 王敏问他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去呀 贺瑞臣只说了一声 出去看看 之后 头也不回地 打开了家门 王敏和程志勇 觉得有点奇怪 但是也没太放在心上 这个人平时警惕性就高 两个人呢 还坐那儿继续聊天 可是这话还没说上几句 这窗外就响起了枪声 有些事啊 在发生之前 你永远不会想到 而在事后呢 不论你怎样悔恨 也没有机会能够挽回 距离你和东岸不远的万发镇 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 从境内穿过的宾北县铁路 让这里交通十分方便 所以人口也相对稠密 是远近闻名的粮食产区 但是这里毕竟是黑龙江 民风彪悍 村民们呢 好勇斗狠 不好管束 为了行王道 很多时候 就得用霸道 自从性格彪悍的贺瑞臣到这之后 他很快体会到了这一点 他呢 本来就是眼睛里不揉沙子的人 到这个镇上之后啊 对付境内的大小刺头 从来是说一不二 谁不服他 轻则瞪眼珠子 重则掏出枪来 朝天就是一下 丈夫来到万发镇之后的变化 是王民没有想到的 在县里生活的时候 贺瑞臣虽然也曾经明枪示警 但是他呢 没有亲眼看到 没有亲耳听见 自从来到万发镇 贺瑞臣明枪示警的时候 多次被他和女儿听到 刚开始 妻女肯定是不习惯 后来听多了 也就习以为常了 在王民的内心深处啊 他还觉着 这样的男人更有味道 所以 窗外传来枪声的时候 王民并没觉着什么 屋子里的女儿 也没觉着什么 程永志 程老师 他没见过这个场面呢 听见枪声很吃惊 站起来就想探头出去看 被王民一把给拽住了 告诉他 没事 我家老贺就这样 程永志一想 一个派出所所长 带着枪 能出什么事啊 又坐下了 为了等沈瑞臣回来 两个人呢 还是得接着聊天 该聊的都聊完了 翻来覆去 就那点话 已经属于愣聊的状态了 不知道说什么 等这种愣聊都聊不下去的时候 他们觉着有点不对劲了 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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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倒在了院门前的血泊当中 王民这头发根呢 王民这头发根都炸起来了 赶紧扑上去扶住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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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程老师呢也摇晃这个贺所长, 但是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这个时候, 住在贺家东院, 也是镇政府干部的邹树申, 听到枪声和喊叫, 从家里赶紧过来。 当下三个大人把贺瑞臣抬进东屋, 这时候, 发现他身上除了中了一枪之外, 胸腰腹肋上还被扎了四刀, 血流如注咕嘟咕嘟的。 贺家西屋里边有电话, 盲民赶紧过去往派出所打电话报告情况, 而邹树申呢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以为贺瑞臣寻短剑呢, 赶紧回家里告诉孩子, 西院你贺大爷自杀了, 我去看看。 这也新鲜了, 自杀给自己一枪再扎自己四刀还没死, 这得跟自己有多的仇啊。 家里交代完之后, 邹树申又回到了贺家, 这时候, 王民已经给派出所打完电话, 回到东屋里照顾贺瑞臣, 邹树申直奔西屋, 抄起电话又打给了县医院。 这时候, 一个蒙面人出现在了西屋的门口, 抬手一枪, 把正在打电话的邹树申击倒。 东屋里的人一听, 怎么又响枪啊, 赶紧冲出来看, 正和这个蒙面人打了个照面, 贺瑞臣的女儿喊了一声, 那个人有枪? 话音没落, 蒙面人的枪口已经对准了冲在最前面的程志屋, 咔巴一声, 扣动了扳机。 你说怎么是咔巴一声啊, 开枪不是砰一声吗? 程老师造化大呀, 命不该绝, 那枪, 恰壳了。 这个蒙面人, 向程老师开枪的时候, 枪, 恰壳了。 这个意外的情况让他一阵慌乱, 程老师没乱, 在蒙面人愣神的这么一刹那, 程老师抄起旁边的一个木凳子, 劈头盖脸挂着风声, 一下就砸僵过去。 板凳砸中了蒙面人的手腕, 一下子就把枪给打掉地上了。 那个人害怕了, 枪都顾不上捡, 回身就跑。 王民赶紧把枪捡起来, 递给程志居, 让他赶紧去追这个凶手。 但程老师毕竟是个文人, 他说我, 我不会打枪。 这时候就体现出王民警署的风采了, 二话没说, 自己抄着枪冲出家门, 就朝那个蒙面人追过去。 谁知道, 他刚往前跑了几步, 手里拎着这枪啊, 突然砰的一声, 响了, 一颗子弹直接打到了地里。 王民也吓一跳, 站住了, 他是胆子大, 又被逼急了, 可其实呢, 他也不懂得摆弄枪。 如果这枪不好使, 追上去, 自己一个女人也是摆给呀, 他就没有继续往前追赶。 大概二十分钟之后, 派出所的几位民警赶到了, 听了情况, 立刻向八燕县公安局报告, 同时四处围追堵截, 但是始终没有见到凶犯的踪影。 这边乡, 王民和女儿以及程老师 跟大家众一块儿把贺瑞臣和邹树申送到医院。 到医院的时候, 两个人是奄奄一戏, 虽然经过全力抢救, 最终一个也没回来。 万发镇所在的八燕县公安局接到报告之后, 立刻向省城公安局和省公安厅进行了报告。 一个多小时以后, 正在忽兰的省城公安局副局长刘也, 奉命率人赶到现场。 随后, 省公安厅高级横检工程师崔道直, 也带有关刑侦人员赶到。 这个时候, 万发镇和外界所有的通道路口都已经被封锁, 八燕县公安局倾入全部的警力, 挨接挨向组织力量进行搜捕, 但是直到天光大亮, 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在赫瑞陈家, 崔道直带领有关人员和八燕县公安局的人一起, 仔细对现场和周围进行了勘察。 结果, 除了脚印之外, 只在院子里找到了一枚恰壳的子弹。 现场勘察之后, 由刘也主持的案情分析会也一直开到天光大亮。 案情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凶犯被打落的这支枪。 经过检验, 手枪上留下了两个人的指纹, 一个是王敏的, 另一个是陌生人的, 那显然就应该是凶犯了。 专家们及时地提取了指纹, 同时对赫瑞陈的配枪也进行了检验, 发现他的枪也射出过一发子弹。 但是教师程志勇在讲述事情经过的时候却称, 当时东屋里只听到了外面一声枪响。 刘也派人把已经哭成了泪人儿痛不欲生的赫瑞陈的妻子王敏和女儿扶过来。 少背吧, 少背少痛, 这个时候你们提供的线索越多, 我们越容易抓到凶手, 先说说当时的情况。 两位女眷好不容易止住悲声, 也一致地说当时只听到窗外一声枪响, 还以为是赫瑞陈开的呢。 这就奇怪了。 与会的刑侦专家和经验丰富的老公安们经过详细的讨论、 缜密的分析, 最后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这两枪几乎是同时打响的, 至少传到赫瑞陈家中三个人的耳朵里几乎是同一时间, 所以三个人在突发状况之下没有能够分辨出来。 当时的情况呢, 大概是这样。 赫瑞陈在屋里发现窗外有人影, 起身离坐走进院子里, 突然发现了蒙面人。 从赫瑞陈之前的表现来看, 他似乎早就发现有人跟踪他。 而这个时候, 他见到对方有举枪的动作, 也马上举枪射击。 而凶犯早有准备, 见他举枪马上就开枪, 两枪同时射出, 所以屋里的人只听到一声枪响。 但是赫瑞陈的子弹 没有打中凶犯, 凶犯的子弹却射进了他的前胸。 当时两个人距离一定很近, 从脚印上看, 最多十来米。 凶犯见赫瑞陈被击倒, 却没有毙命, 想上去补一枪, 但是掐壳了。 这个时候, 如果王敏他们三个人立刻跑出来查看, 凶犯很可能会被惊走,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如果。 残忍的凶犯立刻拔出随身携带的利刃, 扑上前去, 向赫瑞陈扎了四刀。 就在这时候, 王敏他们出来了, 凶犯发现有人之后, 赶紧躲到院子西墙角的隐蔽处。 为什么这么说呀? 那个地方有凶犯的脚印。 躲起来之后, 他悄悄地退出了恰科的子弹。 这一枚子弹, 就是在院子里发现的那枚。 之后呢, 他重新上堂, 躲在那儿窥视了一小会儿, 又反身闯回西屋, 向正在打电话的邹树深开了枪。 他没想到, 这一枪开过之后, 下一发子弹又掐壳了。 所以, 当他向程志勇射击的时候, 没能打响, 反被程志勇抡起板凳, 打掉了手枪。 这支枪被砸掉在地上, 震了一下, 又好使了, 子弹不掐壳了。 而王敏不知各种缘故啊, 又处于慌乱当中, 想都没想拎枪就追, 结果没跑几步, 这枪他就走火了。 蒙面人的手枪, 第二天被送到省公安厅行侦处技术科。 根据枪号省公安厅查阅档案, 证实这支枪正是忽兰六六案件当中张福贵的那支。 这个情况也马上通知给了忽兰公安局, 局长张崇新带着人火速赶到八雁县, 与当地的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研究这个案件。 贺瑞臣的妻子王敏和他的女儿以及教师程志勇作为现场证人, 是凶犯形象的直接目击者。 经过详细询问, 他们仔细地回忆, 初步提供了凶犯的大体相貌和外部着装。 王敏说, 那个蒙面人个头挺蒙, 跟他丈夫贺瑞臣差不多, 在一米七八左右, 身体壮实, 头戴浅浸帽, 鼻子以下全都蒙住了, 只露出两个眼睛。 那眼睛不大也不小, 里边全是凶光和煞气。 贺瑞臣的女儿说, 这个人呢也露了一点脸, 脸上好像有疙瘩。 程老师说, 我的印象也基本是王敏说的那样, 当时也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急劲啊, 抄起板凳就轮过去了, 所以没来得及仔细看。 至于凶手戴的是什么颜色的帽子, 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 裤子和鞋, 三个人都说不清楚。 这一来是因为天黑, 二来当时的情况太突然, 太紧张了, 几乎什么都没来得及注意。 三个人都不太肯定, 他们说, 蒙面的布似乎是黑颜色的, 至少是深色的。 种种迹象表明, 六六案件和万发镇案件可以定为一人所为, 这两起案件影响极大, 震动了省委。 省政法委书记白景富听取汇报之后指示, 忽兰县和巴雁县两岸的侦破工作要统一指挥, 协同作战。 之后, 省公安厅成立破案指挥中心, 由省公安厅副厅长刘一平直接领导破案指挥中心的工作, 并且把这个案件命名为忽兰八雁系列残杀公安干警案。 省公安厅成立了破案指挥中心, 在一线仍然由刘也担任破案领导小组的组长, 几方面形成联合作战体系, 两岸合并侦查, 同时扩大洒网范围, 决定从隋化室到省城区间为重点侦查区, 这个区域包括忽兰县、巴雁县以及兰西县。 对这个区间内的重点嫌疑人和经常流窜到这一带的可疑人物, 全部纳入审查目标。 案件的性质仍然被认定为仇杀, 而且还可以认定作案分子熟悉这一带的情况, 过去和被害人打过交道并且积怨很深。 在研究凶犯作案后的去向时, 工作组分析了几种可能。 第一种, 是凶犯已经远离本县和本省连夜潜逃到外地去了。 当天晚上, 虽然公安干警很快封锁了万发镇通往外地的各条路口, 但是凶犯有可能在封锁之前就迅速地逃离出去, 或者根本就放弃了任何的大路、小路, 直接钻进了漫无边际的庄稼地, 先逃到外乡、外县, 而后逃到外省。 特别是他所持的枪支已经被打掉, 现在凶犯没了枪, 威胁性大大的减小, 面对有枪而且高度警惕的公安干警, 凶犯已经处于完全的劣势, 所以他外逃的可能性极大。 另一种是凶犯可能已经逃离了万发镇和八燕县, 但是并没有逃远, 非常有可能有流窜到附近的县乡再伺机作案, 就像从许铺乡流窜到八燕县万发镇一样。 还有一种可能, 凶犯作案之后哪儿都没去, 就在本地藏了起来。 那他极有可能是本地人, 有着很好的伪装, 不容易被公安部门察觉。 经过仔细的研究, 刘也代表破案小组最后决定, 虽然前一种可能性, 就是凶犯外逃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 甚至极大, 但是仍然要立足后两种可能性进行下一步的破案工作。 程志勇老师和被害干警家属已经和凶犯面对面打过交道, 所以要向群众公布凶犯的体貌特征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协助公安部门破案。 这一系列的布置很快有了效果, 线索出现了。 10月13日一早, 万发镇下属一个屯子的农民赵明和, 从家里啊, 出来到附近小树林村老姨家里去取牛奶 小树林村呢 濒临泥河 对岸就是隋化市的地界 赵明河没走小路 他踩着铁路的枕木一直往前走 由于在八雁县这一带 河水支流比较多 所以铁路干线上小型桥梁和路基下面的寒洞也不少 当时赵明河从东往西沿着铁路清闲自在地走 到一个寒洞的时候 他发现北坡第二个水泥台阶的糖水板上 堆着一条蓝色的景库 旁边呢是一双沾了很多泥的草绿色的高筒农田鞋 两只嘛 一只南一只北这么放着 就好像谁刚脱下来时间不长似的 赵明河瞅了两眼 没在意过去了 等半个多小时以后 也就是早晨六点多钟 他拿完牛奶返回家的路上 还是走到了这儿 发现裤子和鞋还在 他就停下来 然后走下台阶 发现水泥板上啊 还放着一个枪套 并且看到枪套上有五个子弹孔 这儿说的弹孔呢不是拿枪打出来的 是这枪套外面呢 有几个塞备用弹用的这小皮套筒 这么五个子弹孔 赵明河往四处看了一圈 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他就把这双胶鞋带走了 回到家呢 甩给母亲 您受累 给我刷刷 我自个儿下地再穿 这是一双省城一个大鞋厂出产的 42号的农田鞋 卖得不错 哪儿都有 当地的农民呢 大多数都是穿这种鞋 第二天的时候 赵明河穿着这双鞋下地 在和别的村民聊天的时候 把这件事给说了 那同村的人就说 这事啊 没准挺重要 你得报案呢 赵明河这才感觉 事情不太一般 10月14号的上午 他报告了镇政府派出所 派出所一听 赶紧把这情况上报给县公安局 刘爷等人 他们当天就到了现场 但是这个事情 已经过去了一天半 寒洞里 什么都没有了 大家在周围 搜索了很长时间 很大的范围 什么都没发现 经过分析 大家认为 那些衣服被人拿走的可能性不大 最大的可能 是昨天晚上 沙河水涨潮的时候 冲走了 通过测量观察 这个寒洞长40米 宽3米 河水流量在夜间 比白天大得多 冲上了水泥板 淹没了第二个台阶 什么东西放在上面 都会被冲走 犯罪分子的服装 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但是 距离他作案 已经过去了三天三夜 这些东西会被冲多远 冲到哪儿 很难确定 面对这么长的一条泥河 一时之间也没有办法进行打捞 面对这种情况 一线指挥官刘野的第一个想法 就是立即拦水引流 让这段河床啊 彻底的露出来 再进行搜查 但是旁边八燕县的本地官员 有点为难 一时还不敢确定 赵明河所说 是不是真的 二来呢 即使确定了衣服和枪套 有没有被冲走 两说着 第三 蓝河引流 那得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这笔钱反正我们没有 在刘野也犯难的时候 身后啊 有人说话了 这笔钱 省委出 八燕县政府马上组织人力 蓝河引水 大家伙回头一看 两个人 一位是黑龙江公安厅厅长杜殿武 另一位是黑龙江省政法委书记白景复 他们的身后呢 还有两个人 一位是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陈永才 另一位是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侦处处长张新峰 八卦一下 这位陈永才 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陈永才 就是歌手陈宏 常常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的那位陈宏之爹 当地的官员一听 省政法委书记来了 说给钱 那妥了 干吧 发动了二百多名民工 在寒洞上游五十多米的地方 拿草包 把河水拦腰截断 让河水呢漫流到西岸已经收割完毕的农田里 这一招非常有效 河水被堵住之后 下游逐渐的干涸枯竭 很快就见到了河底 没费多大功夫 就在寒洞东边十多米的地方 发现了一件深灰色旧迪卡青年服的上桩 顺着河床接着往下找 又找到了烟色狄伦丹茂一顶 和一个深色的毛线围帛 再往下找 在下游很远的地方 终于把赵明河见到的那条警库捞上来了 但是他说的那个枪套一直没见踪迹 太小了 可能是冲远了 也可能是在这淤泥里埋得太深了 经过检验 打捞上来的上衣呢 二尺二 大概是73.3厘米 是省城一个服装厂生产的 烟色单帽是58号的尺寸 北京一个制帽厂生产的 蓝色的警库 107厘米 是长春军服厂生产的 这些被找到的衣物鞋帽 和王敏程志勇提供的情况 基本相符 而且最能说明问题的是 在蓝色的警库左兜里 找到了一枚弹壳 这应该是作案分子使用张福贵 那把五四手枪行凶的时候 子弹甲壳被他退出来之后 随手撞进裤兜里的 又经过更仔细的鉴定 发现裤子上 有几处柴油和机油的污渍 并且发现 虽然经过河水冲刷 但是裤腿上 仍然留着不少的金属油漆 无论是在上衣口袋 或者是裤兜里 都没有发现一点烟丝烟沫 甚至一点烟味都没有 这个案件呢 有好几个版本 咱们选的这个版本 他没提 为什么叫忽兰大侠 有朋友就说了 怎么一个杀人犯 这么残忍 给他叫个大侠呢 其实是这个凶手啊 每次作案 杀人之后 他都会留下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忽兰大侠 这个人呢 可能是模仿佐罗 您想那年代也差不多 佐罗每回杀完人 不都画个Z吗 要问我是谁 唰唰唰 佐罗 不是咱们美化他 他自己留的名号 前面说到 警方找到了凶手留下来的裤子 当现场的物证 已经完成提取和固定之后 大家开始进一步的研判 刑侦局长张新峰说 咱们这次碰到的凶手非常狡猾 他肯定是先在寒洞附近 藏好了换洗的衣服 然后再去贺瑞辰所长家里杀人 在被程志勇老师打掉枪之后 没有任何停留 马上来到这里换好衣服 把身上所有能扔的东西全都扔掉 之后他可以选择四条路逃走 他可以选择过河 然后直接向隋化方向逃窜 也可以沿着河岸回到忽兰县或者蓝西县 还可以反向朝着龙太乡方向逃窜 或者直接就扒火车 因为火车过桥的时候速度会降下来 以他的身手未必就不会成功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要让我们没办法判断 他到底是哪个地方的人 过河之后 这警权也很难派上用场 所以他设计的逃跑路线 实在是非常的高明 至于他为什么要把衣物和枪套 都扔在河边 而不是直接扔进河里 我想他可能是故意这么干 目的就是要迷惑我们 因为他自信 通过这些衣服 不可能查到他的身份 回去之后 大家开始对衣服进行测量 对上面的痕迹进行分析 专案组大体上 对犯罪分子的基本特征有了掌握 做了如下的画像 第一 年龄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男性 第二 身高1米73以上 1米80以下 体格健壮有力 第三 穿41到43号的鞋 第四 曾经有过迪卡青年服 的确量警裤 高1农田鞋 烟色单帽和深色情轮薄套 第五 懂得使用枪纸 有过用枪的历史 第六 有接触机油柴油和铜金属的条件 第七 不会抽烟 第八 这个人在忽兰县和八眼县都曾经生活或者长期的居住过 专案组和参战的干警强调 只要符合以上特点中的一个或者几个的人员都要纳入侦查视线当中 并且对嫌疑人是否有作案时间进行严格的甄别 根据这些特征 公安干警们迅速在忽兰和八眼县还有周围地区几个县市 开展了新的更具体的搜索和排查 在两起案件的发生地 忽兰县许铺乡和八眼县万发镇几乎进行了挨家挨户的排查 其他几个乡镇和周围地区进行重点排查 之前的重点嫌疑人李三怀已经被排除了 八眼县万发镇贺瑞辰案件发生的时候 他还被关在忽兰县公安局的要犯拘留室里 这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但是没被放出来 他身上啊大罪没有小罪不少 警方想通过这件事狠狠地敲打他一下 这个时候呢压力最大的就是刘野了 他又一个多月没回家了 作为在一线负责全面侦破工作的核心人物 他要指挥和协调省城和八眼忽兰两个县的破案人员联合行动 几乎每天都是后半夜才合上眼 熬的眼睛里啊全是红血丝 但是这排查工作并不顺利 符合特征的人一个一个被排查出来 又一个一个轻松地被否掉 凶手到底是什么人 他杀人之后去了哪儿 藏在哪儿 实在是难以确定 但是凶犯的杀戮 并没有停止 1987年10月25号 中国共产党的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忽兰县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马福林是非常乐观的一个人 他1951年参加工作 1979年开始当警察 正好经历了忽兰县公安局文化大革命之后 从恢复到发展的整个过程 这些年以来 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 本来就瘦 时不时的还得闹场病 年纪大了之后啊 耳朵也不太灵光了 开始有点背 1987年10月27号 是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召开的第三天 晚上五点钟下班 马福林和往常一样 骑上那辆哈尔滨自行车厂生产的孔雀牌自行车回家了 他的家呢 住在忽兰县的东南角 虽然距离忽兰公安局只有一里多地 但是已经接近郊区了 可以说比较僻静 马福林和老伴小儿子一家三口住在一起 他家是独门独院的三间砖瓦房 这院子红砖器的 里边还养着几只大鹅 在这院子的一边呢 紧挨着还有三间砖房 这是马福林的大女儿和大女婿的住所 马福林回家之后 和小儿子马小秋一块照顾老伴吃饭 他老伴呢 有精神疾病 很多年了 丧失了照顾自己的能力 马福林和小儿子 每天都得喂他吃饭 帮他洗漱 换衣服 老伴睡下之后 马福林小儿子也都睡下了 一切看起来都是一如往常平静安详 在这个夜里 还是那个黑影 缓缓地接近了这个院落 接近院子之后 他从怀里掏出一把斧子 第二天 也就是1987年10月28号早晨 七点左右 马福林的大女儿 马小霞来到父母家 母亲有病啊 马小霞养成了习惯 一早一晚都要过来看看 可是这回 他拉开房门之后 吓得差点背过去 孤登一屁股就坐地上了 反映了半天 才相信自己眼前看到的一切都是真的 爬起来就去村里边叫人 马福林院子里五六只大鹅呢 因为没人喂食 嘎嘎地叫唤 扑愣着翅膀 都拐进了马福林家的外物 马小霞被吓坏了 找人去的时候 根本没想起来 再关上房门 保护现场 咱们前面说了 马福林家和忽兰县公安局非常近 这段时间呢 又是正开十三大 所以公安局人手非常充足 当马福林的邻居气喘吁吁来报案的时候 公安局里的值班人员立刻出动 怎么是邻居报案呢 不是马小霞呀 他已经吓得根本就走不动路了 都不知道是走还是爬 好不容易到了邻居家叫的人 等警方来到案发现场的时候 发现这院子外边啊 已经围了一些人 但不是很多 干警们赶紧保护现场 法医和痕迹检验人员 进入马福林一家人被害的中心现场的时候 发现呢 不好办了 那五六只大鹅呀 在屋子里边 早就是连蹦带跳带扑冷 连拙带摇 连拉带撒 大鹅都被抓出去之后 对现场的勘察开始了 马福林一家三口人都死在了炕上 马福林呈右侧卧 头部有三处力气劈砍的巨大伤口 砍得出来 他是在梦中被杀身亡的 身上也被砍得到处都是血 这整个人呢 就是泡在了血里 旁边是他的小儿子马小秋 他的头上身上也有大量的伤口 很多身可见骨 马小秋明显是想翻身爬起来 但还没等他爬起来 就已经被凶手砍死了 距离门口最远的 是马福林的妻子 靠在墙上死去的 他头啊 已经让凶手给砍烂了 非常惨烈 咱们就不做过多的描述了 他呢 应该是听到房间里的响动之后 做起来了 但是 本身就患有精神疾病 而且身体非常瘦弱 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 案件发生之后 接到报告 刘野他们一班人马 又火速从八宴返回护栏 省公安厅副厅长刘一平 也在当天迅速赶到现场 和从城里抽调来的 二百名武装警察组成的防暴队 进驻忽兰 协助警戒和搜捕 当天下午两点 忽兰公安局二楼会议室里 烟雾缭绕 气氛严肃 除了公安干警以外 还坐满了一大群蝙蝠的人 为了配合案件的侦破工作 忽兰县委县政府 专门召开了 城乡各党委主管政法工作书记 参加的紧急会议 在会上 忽兰公安局长张崇新 向大家通报了案情 并且进行了现场分析 首先 通过对马弗林家院墙上的痕迹 进行检验 发现凶犯是翻墙入室作案 而马弗林家的房门 平时只挂着一个封钩 用手一拽就能拽开 所以没有能阻挡凶手入室杀人 第二 通过对被害人身上的伤口进行分析 凶犯的凶器应该是一把利斧 从脚印来看 可以判断凶犯进屋之后便直奔抗边 马弗林一家睡得很死 完全没有发觉 北方人睡觉的习惯呢 大多是头朝外 枕着抗眼睡 这就给凶犯下手造成了便利条件 凶犯先用利斧把马弗林砍死 然后又把二十岁的马小秋砍死 马弗林妻子醒来之后 靠在墙上呆住了 于是呢 凶犯左手揪住马妻的头发 右手举起斧头 把他乱扶砍死 凶手在杀人过程当中 动作非常大 导致室内血肉横飞 墙壁 天花板 到处都是血 都不是溅上去的 好像是泼上去的一样 从伤口上看得出来 很多伤是被害人死后才砍上去的 根本就没有生活反应 可以看出 凶手对三个人保有刻骨的仇恨 第三点 也是最令人担忧的一点 凶手把三个人杀死之后 拿走了马弗林 放在枕边裤带上的 一把六四式手枪 这是一把新墙 性能很好 之后呢 凶犯又翻箱倒柜 拿走了几十发子弹 第四 凶手非常狡猾 他杀人离开之后 来到院子里 把本来关在栅栏当中的一群大鹅 给放了出来 说到这儿呢 咱们得介绍一下大鹅 这鹅是非常敏感的动物 很多在山上养鸡的人家 怕有山鹰啊 有黄鼠狼来偷鸡 就会养一些大鹅来保护鸡群 山鹰黄鼠狼来了 一般的鸡那都吓得不会动 就在那让它咬 但是这鹅呀 非常的勇敢 敌人来了之后 它不但不跑 反而会扇着大翅膀往上冲 哎 撞你 拿这大嘴啊 拧你 跟你拼命 而且会嘎嘎的叫 报警 那这么来说 院子里养了大鹅 一旦来了生人 他们就会叫唤 但是非常遗憾 这些鹅的叫声 没有把马弗林一家吵醒 这实在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惋惜 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马弗林在鹅叫之后警醒 这枪就在床边上 那鹿死谁手 还未可知 说到这儿呢 张重新又提到了一个情况 这是马小霞的丈夫刚刚向公安局反映的 马小霞昨天晚上下班之后 骑着车子先到了父母家 把车靠在父亲马弗林的自行车旁边 这两辆车呢 都没有上锁 自己家的院子嘛 回家的时候 为了方便 他呢 也没推自行车 第二天早晨 反正也要过来看父母 看完了 骑上自行车 直接就走了 他经常这么干 但是 今天早晨出事之后 他的自行车和马弗林的自行车 全都不见了 咱们前面说了 马弗林是一辆哈尔滨自行车厂生产的孔雀牌自行车 马小霞骑的是一辆飞鸽牌自行车 这个情况是马小霞的丈夫后来发现的 马小霞已经吓懵了 根本就注意不到这些 这个情况让大家有点不解 难道说凶犯在疯狂作案之后 还敢一个人骑走两辆自行车吗 他耽误速度啊 那 难道说是两个人作案 也许更合理的解释是 在凶犯作案之前或者之后 另有小偷潜入 偷走了一辆 甚至是两辆自行车 那 这种解释 合乎逻辑 但是可能会发生吗 事情他会这么巧吗 你家人同一天晚上又遭贼又遭灭门 实在是让人不太好接受 就在忽兰公安局长张崇新 在会议室讲述案情的时候 忽兰县各个派出所的公安干警 已经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 摸清楚辖区内的重点嫌疑对象 昨天晚上是否在家 如果不在家 又去了哪 同一时间 八雁县和周围几个地区 也采取了完全相同的行动 可是非常遗憾 各地的反馈信息和报告证明 这个突然性的搜查 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所有被调查的嫌疑对象 案发的时间大部分都在自己家里 少数没在家的 很快也找出了一定的去向 并且找到了可信的证明人 于是只能把他们一一地排除 消息传回会议现场 大伙都陷入了沉默 张崇新又开始重新布置排查任务 因为重点人口已经基本排除了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案犯是之前根本没有摸上来的人 他把忽兰县分成三块 忽兰镇里一块 其余二十个农村乡镇一块 各工厂企业又分一块 要求各个辖区采用三包责任制的办法 逐人逐户调查摸底 所谓三包呢 就是单位包职工 借到包居民 乡镇包村屯 说到这儿的时候 旁边一直没说话的副厅长刘一平 插了一句 我强调一点 谁查漏了 把谁的衣服 不论是政府的 企业的 还是政法口的 全部一撸到底 为了配合1027 马弗林一家被杀的专案组破案 忽兰县县长亲自挂帅 把群众全部发动起来 由省市县三级公安干警组成的专案组 开始了紧张的侦破 在之后的案情分析会上 各路专家对现场有两台自行车 丢失这个情况 进行了非常激烈的讨论 究竟是几个人作案 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一种意见认为 很可能是两人作案 罪犯呢 不可能先骑走一辆 回头再来骑走一辆 同时呢 当时是深夜 什么都看不清楚 从马弗林家出来的一段路 又是坑洼不平的土路 一个人同时骑走两台车 这也十分的不容易 那推着行不行啊 如果是推着走 不但不符合犯罪分子作案之后 急于逃离现场的常规心理 而且在这路上啊 一旦遇到人 他就会被怀疑成是偷自行车的 平白无故的 增加很多风险 从马弗林家出来的小路 和附近唯一的一条公路交接的地方 距忽兰公安局不到五十米 四层高的公安局大楼 旧处立在路口的邪对面 院子里便灯火通明 门卫室 昼夜有人值班 深清半夜的 从公安局大院的眼皮底下 一个人推两台自行车 这可是要冒点风险的 更何况 他可能浑身都是血 根据以上的分析 应该判断是两个人作案 之后呢 各骑一辆自行车 从南边的小路逃走 往东奔向忽兰郊外 局长张崇新和一部分警员 更多的倾向这种看法 另一种意见认为呢 只能是一个人作案 如果是两个人 那得是什么关系啊 否则兄弟都能下得去手 都不考虑后果 这不太可能 虽然现场有两台自行车 同时被骑走 好像是两个人 但是极有可能是犯罪分子 故意制造的一种假象 从现场来看 凶手伸手 敏捷 身强力壮 马弗林家门口的路 虽然是坑坑巴巴 但是以凶手的能力 未必就不能同时 骑两台自行车离开 这也说明 犯罪分子阴险狡猾 弄这么一手 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 从而分散侦察的注意力 相当一部分的省城公安厅 哈尔滨公安局 和乌兰县公安局副局长董超等人 倾向这种看法 很多的时候 他和张崇新的看法都不一样 在通过反复的研究分析之后 专案组内部 勉强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 把这个案件认定为一人所为 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 是因为这个问题 和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放在一起进行了分析 那就是1027杀人案 能否和忽兰八宴系列残杀 公安干警案并案侦察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关系到整个侦破工作的方向 虽然1027现场破坏得非常严重 凶犯使用的凶器呢 也和之前两起杀警案不同 但是从模糊的脚印等物证 都充分地说明 这一次的凶手 和前两起凶案凶手身高体态 都是非常的相似 所以 专案组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 三起案件应该并案侦察 还有人提出来 这是不是有人在模仿作案呢 大家分析之后认为 同一个县城 同时出现两个身高体态 都非常相似的杀警狂魔 这种概率实在是太低了 既然确认第三起案件 也属于系列杀警案里边的一个 那1027案件一个人作案的概率 就非常的大 至于是否真的有小偷 在同一个夜晚偷搜了一辆 甚至是两辆自行车 大家也认为那种可能性非常小 小偷啊 也应该知道 院里住的是老公安 带枪的 如果院里的大鹅一叫 惊醒主人 你腿是跑不过枪子的 专案组决定 进一步充分地发动群众 在忽兰全县 以及八燕县和周边地区 查找这两辆自行车 这对查找犯罪分子的去向 将起到重要作用 现场并没有留下指纹和清晰的足迹 这说明犯罪分子 有可能是戴手套行凶 而鞋底呢 也经过了某种处理 使这个鞋印非常的不明显 那么很显然 凶犯不但狡猾 而且很内行 具有相当强的反侦察能力 加上院里的大鹅窜进了外屋 进一步破坏了现场 可供利用的线索 所胜无几 在分析马弗林一家被害的缘由 也就是这起案件性质的时候 破案工作组也有两种意见 一种认为 这个案件跟之前的两起不一样 不是报复案 杀人的目的只是为了抢枪 因为蒙面人在八雁万发屯作案的时候 枪被打掉了 手里没了硬家伙 而他还想继续作案 或者防备公安部门的追捕 所以半个月之后再次出手 马弗林家住得比较偏僻 同时年老体弱容易对付 所以选择了他 另一种意见认为 这仍然是一起报复性质的杀人案 因为马弗林在公安系统多年 也曾经在基层工作过 说不定就得罪了一些人 引来的杀身之祸 持第一种意见的同志 马上反驳 如果杀马弗林是仇杀 那杀贺瑞臣更加明显是仇杀 这凶手跟两个县的警察都有仇 这样的人太少了吧 尤其是贺瑞臣和马弗林 这俩人从来没在一起共事过 又不在一个县 即使是经手过同一个犯人 这种概率也是微乎其微 所以刘也最后总结 1027案件凶犯的目的 就是为了抢枪 而他接下来恐怕仍然要作案 从现在开始 所有干警都必须提高警惕 因为他的下一个目标 很可能还是警察 从现在开始 除非必要 任何公安干警 不得穿警服上街 以免成为凶犯的下一个目标 散会之后 副厅长刘一平叫住了刘也 刘也也不意外 他注意到 刘一平在整个分析会上 除了那句谁查漏了 扒谁衣服之外 几乎没说过任何一句话 以他对直属领导的了解 刘一平必然是想到了什么 而不方便在会议上说 两个人来到一间没人的办公室 把门关研之后 刘一平低声地说 还记得武大连池那起案件吗 对了 那时候还叫德都县呢 刘也愣了一下 不过马上反应过来 哦 您的意思是 刘一平点点头说 这么一来 一切就都解释得通了 刘一平的两句话 让自己和刘也 仿佛回到了将近三十年之前 1958年3月21号早晨7点 省公安厅值班室的电话 突然响起来 里面说 是隋化专属公安处的 他们刚刚接到下属 德都县公安局的报告 他们局的副局长刘山 治安股股长张希珍 珍查股副股长刘振基 全被杀了 值班员赶紧报告陈旭正副厅长 陈旭正是主管行政工作的 前一天晚上他正好值班 接到消息之后马上来到值班室 短暂的和隋化专属公安处的领导交流之后 马上打电话 把省厅治安处的处长颜世勇叫过来 告诉他情况 德都县公安局三名干部被杀 马上带着人手 现在就出发 颜世勇也是一位老刑警 拿起电话一通打 很快 七名刑侦和技术方面的骨干力量 就赶到了省厅 这个时候 隋化专属公安处的处长 以及治安科科长 侦察技术干部等侦察员 已经在去往现场的路上 三名警察被杀的地点 非常特殊 就在德都县公安局的局长室 由于当时办公条件所限 德都县公安局的所在地是一个大院子 里面呢 有两排平房 靠南的一排是办公室 靠北的一排是宿舍混合食堂在一起 1958年3月21号早晨6点多钟 住在宿舍的干警来到办公室 经过局长门前的时候啊 他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味道 好像什么东西烧着了 他怕失火 赶紧就冲到屋里 这一进去 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县公安局侦察谷副股长刘振基 就倒在局长室门里不远的地方 呈俯卧状 身下一大滩的血 很明显已经死去多时了 这名干警赶紧从办公室退出来 跑向北面的宿舍叫人 快来人 刘振基死了 宿舍里的警察听见这个呼喊都冲出来 大家伙又来到局长室的门前 仔细地查看现场 但没有人往里去踩 他们懂保护现场 这时候有人说 昨天晚上刘局长和张希珍 他们俩不就住在这屋里吗 大家一听 对呀 还有俩人呢 两名有经验的警察 贴着墙根垫着脚 进入到了内室 这局长室啊 是个套间 外间呢 办公 里间呢 有一个小火炕 平时累了 就在这儿休息 当两名警察 进入到里间的时候 看到刘山和张希珍 两个人头朝外 躺在炕上 头部的一侧 都有大量凝固的血液 很显然 也已经死去很长时间了 两名警察赶紧沿着原路退出来 把里面的情况告诉大家 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从哪说起呀 这开玩笑一样的事啊 赶紧打电话给县公安局局长 把他直接从家给叫了出来 但是即使局长来了 依然是束手无策 当时啊 德都县公安局 根本没有独立的刑侦部门 从1947年 德都县公安局成立以来 仅在治安谷里 设置了几个专人 负责侦破刑事案件 等真碰到这种案子 那真是没啥办法 县公安局的局长 马上打电话 通知隋化专属公安处 公安处处长 接到报告之后 这就立刻通知了省公安厅 隋化到德都县 有250公里 哈尔滨到德都县呢 足足有350公里 所以隋化公安处的侦察员 来到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 省厅的严世勇等人 到达的时间是晚上七点多钟 您想想 那个时候也没有高速公路 破汽车在破路上 每小时啊 能跑个六七十公里 就算不错了 紧赶慢赶 也用了一天的时间 晚上七点多 大家伙全都到了 在这个之前 已负责刑事案件的 治安谷副公长 卢成为核心的 临时现场勘察小组 紧急成立 进入现场之后 发现几根蜡烛 和一把扫地的条柱 放在地上 而且有烧着的痕迹 这很明显了 凶手想用这些 来放火毁灭证据 卢成发现 里屋小火炕的炉子里啊 也传出来一些刺鼻的味道 把炉盖打开 里边的东西 吓得卢成登登 往后赶紧退了两步 炉堂里 塞着两颗手榴弹 万幸万幸 这个炉子的火已经灭了 没有能够把手榴弹给引爆 卢成赶紧拿火筷子 把手榴弹给夹出来 又把房间里里外外 搜查了三遍 确认没有其他的爆炸物了 才离开现场 直到省厅的专家到场之前 无论是德都县公安局 还是随化公安处的警察 都没有对现场 做过多的翻动和破坏 但这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所以到第二天的一大早 大家才开始第一次 大规模的勘察现场 首先是对刘振基尸体 和周边情况进行分析 从他死前的姿势来看 他明显是想离开局长室 但是被凶手从后背开枪打死 进入里间 专家发现刘珊和张希珍身上 都没有任何反抗的痕迹 很明显 他们是在熟睡当中被杀害的 奇怪的是 张希珍身上盖着的大衣 上面有大量喷溅的血迹 和他头部被枪打中之后 可能造成的喷溅轨迹明显不相符 专家推断 凶手是拿起张希珍睡觉的时候 脱在一边的大衣穿在自己身上 然后再开枪 这么一来 凶手的身上就没有血迹了 之后发现刘珊枕头下面有一把枪 里面还有几发子弹 经过对比 凶手正是用刘珊的手枪杀人的 作案之后 又把这枪放回了枕头下面 现场勘察之后 九十队县公安局大院里住的警察进行走访 很快就有了发现 昨天晚上半夜快一点钟的时候 宿舍里有干警接到电话 对方说话的声音很低 还有点听不太清楚 加上这人呢 本来就睡得迷迷糊糊的 接电话的警察觉着是张希珍的声音 刚开始电话里的人说 找治安谷的副谷长卢成 接电话的警察就告诉他 卢成今天没在宿舍 回家睡觉了 电话里呢 又马上说找刘振基 这名干警就把刘振基给摇晃醒了 之后 刘振基出门向办公室的方向走去 这名干警又倒下 很快的入睡了 之后的事情 谁也不知道 从这个电话可以看出来 当时刘山和张希珍恐怕已经被杀了 根据现场情况和证人的描述 专家又进入检验现场 这回让他们吃惊的是 无论是枪上还是电话机上都没有任何的指纹 这说明凶手反侦察意识 非常地强 让大家感到疑惑的是 现场只有一枚弹壳 很明显三个人被杀 至少应该有三枚 现在少了 那就只能是凶手所为 通过仔细的搜查 发现走廊地板的缝里边有东西 连翘带条 扒了出来一看 正是三枚弹壳 上面同样没有指纹